我们再把圣经打到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二节 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既然如此 那良善的叫我死 那良善的是叫我死的吗 断付不是 叫我死的乃是罪 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 就显出真实罪 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 咱们继续来交通 至于死的罪与不至于死的罪 所以在这里 保罗说既然如此是那良善的叫我死吗 他说断不如不是 已经否定了不是那良善的律法叫我死的 叫我死的乃是谁 但罪借着谁叫我死呢 借着良善的律法叫我死 律法是良善的公义的圣洁的 但我达不到 我用肉体达不到律法公义的要求 上帝说的律法的实体是基督 精益是基督 但我用肉体 我守不住属灵的律法 我就得死 所以 罪借着良善的律法叫我死 就显出是恶极了 就把我显出是恶极了 因为罪借着良善的律法叫我死 罪利用良善的律法叫我死 只要我去守律法我一定得死 只要我去守律法一定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因为我守不住 因为上帝要求的是零守不是肉守 而我们今天却用肉去守良善的律法 我肉体本没有良善去守良善的律法 得不得死啊 非得死不可 所以保罗追踪追踪追到这些地方 那么耶稣基督来呢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 耶稣来怎么处理的 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 我先看一节经文 耶稣来成全律法 加勒太书 我们看加勒太书 第三章第十三节 基督来干什么来了 基督来是把律法 再设立一些律法规条 叫我守吗 不是的 那么现在我必须得 按照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 脱离律法 不能守 只要我守非得死不可 只要我一守律法 罪就借着律法杀死我 所以我不能守 我们看第三章 第十三节 知道得吗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基督既然为我受咒诅了 那就一定把我从律法中间赎出来 他成全律法 第一件事情就是替我受咒诅 第二件事情就是把我从律法下赎出来 他不是叫我守 而是把我从律法中间赎出来 他往外守 我往你钻 那我非得被咒诅 他把我从律法下 给我守出来 我往律法里 钻 是不是找死啊 他把我从律法里头买出来 熟就是买 是不是啊 他把我从律法下 守出来 他往外买 他花了代价用血买的 用生命买的 他借着死把我从律法下赎出来 就是买出来 那今天我应当脱离律法 是应当再回到律法中间 我说不脱离律法 我就等于把耶稣的这个血当成平常了 耶稣买我这个救恩 我忽略了 耶稣用他的血跟我立约 我却背了约 弃掉耶稣跟我用血立的约 去守旧约律法之约 什么减的咒诅啊 什么减来的咒诅啊 我守不住咒诅就临到我了 我下地狱 什么减来的 什么减别人的咒诅啊 是不是啊 捡来的 对不对 人家别人打枪玩 你跑那去了 你去 在这打枪的时候 你往那 打枪那个目标上跑 一下把你打死 是不是捡他 捡什么了 捡死 是不是啊 人家在那劈柴 你飞跑那就看 一下斧头掉了 砸你脑袋上了 一下跟脑袋砸柴板 是不是捡的 你没事 你去卖那个呆干什么 你没事 你去凑那个热闹干什么 有没有人愿意这么凑热闹 他信耶稣他也凑热闹 拿人多吗 拿跑 这里不一定在人多的里头 这里在少数的人手里 这立法是 以色列们被守住 把他们都捆死在旷野 所以剩下 留下那个圈套 我们拿过来套我们脖下 一样把我们勒死了 是不是捡得死 捡得中毒 这就是至于死的罪 别人扔的你不能捡 以色列们被守住扔了 被你捡到了 你捡到套在自己脖上 活不活该 活该呀 这死的都 一点价值和意义都没有 这是不是被死不加 是不是被死 我捡别人的律法去守一下被咒诅了 是不是被死不加 不是 到底是不是 不是 一定不是的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 咒诅 是不是 那这种咒诅 应当有是应当没有 应当该守咒诅 是不应当该守咒诅 到底应不应当 不应该 因为你不应当去守那个律法 是不是 那不是咱们给咱们设立 咱们去捡手 捡了死 对不对 找死 是不是 明明这个律法不是给我们 是给犹太人设立 我们得看清楚了 既然是给犹太人设立的 我们不要把它拿过来 我们去守 我们以为是敬畏神 其实敬不敬畏神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是不是 正因为神看到你咒诅 太怜悯你了 神怜悯的心肠 因为他怜悯我们 怕你受咒诅 你要受着咒诅 就得下地狱 所以他找来个替神 替你受咒诅 都把你从律法中间赎出来 你反而不领情不道谢的 你说耶稣 你做生救恩 我不要 我凭什么不守律法呢 你把耶稣给丢了 你又找到律法 去守律法 一下点了个咒诅 你说这人活地 你说 有没有价值 这人活地 一点价值和意义都没有 下面耶稣 来了 就要把你从律法下说出来 这是第一件 事情 他把你赎说 就判你受咒诅 是不是 他不是叫你守 你守还得受咒诅 你只要一守 最后 开始就 借着律法 就主办的贪心 在你里头发动 就把你杀死 所以呢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 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现在你要不处理律法 咒诅就临到你 死亡就临到你 阴间就临到你 所以他说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有没有人替你受咒诅了 律法就这么成全的 人家说 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非教 都要成全 就是都要守 是都要守啊 还是 不守 成全律法是守 是不守 是不守啊 你可别把那律法都要成全 当都要守啊 律法都要成全 就是把律法变成精一 就是基督 基督住进我心里头 你虽然没守 在上帝眼里看了 你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啊 你已经成全律法了 这律法 借着耶稣在死架上 代替你受咒诅 已经成就在 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你得不用肉体守 才成全在你身上 你一用肉体守 就不能成全在你身上 因律法的义 成就在 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不随从肉体 就不用肉体守了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我属灵了 我现在属圣灵 我不属肉体了 所以律法管不着我了 基督把你从律法下送出来 就怕你受咒诅 你反过来又跑到律法里受咒诅 这是明白明白 啊 这些人明不明 清不清楚 咱先看啊 我先看 追逗八呢 从律法下属出来 属出以后替你受咒诅 是不是呀 只有属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即将 凡被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只要被挂在木头上就是被咒诅的 基督代替你挂木头 代替你受咒诅 付出了血的代价 你又回到律法 再受咒诅了 谁给你完块书啊 谁给你书 基督只能替你书一次 那么下一次 你又进到律法里 谁再把你从律法里说出来 谁还可以替你书呢 你因为进律法被律法咒诅了 基督把你从律法里说出来 付出血的代价了 偿还了你的罪债 是不是 代替你承受律法的咒诅 那么你再回到律法中间 哪还有这么一个人在代替你死了呢 这就叫故意犯罪 什么叫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 这书罪基不太有了 没有书罪基啊 只有一次书罪基啊 你再回去再犯了 谁给你 谁帮你死 谁替你死 谁把你从律法里再收出来 都给你收出来 你为什么又进去了呢 都给你买出来 你为什么又钻进去了呢 都把你从死亡中间给你拯救出来 你为什么往里进呢 你进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得有目的啊 有没有目的 今天抱着目的多的是 有的人抱着目的是进天堂 有的人抱着目的我就要下听 有没有 基督代替你承受律法的咒诅 咒没咒诅完 基督代没代替你咒诅完了 咒诅完事 咒诅完事 把你从律法里熟没熟出来 熟出来 熟出来 你是再往律法里进还是脱地律法 远一点离开它 别再回到律法中间 是不是 只要我回到律法中间 咒诅就领导我 只要我回到律法中间 所以就见着戒令 就见着律法 就要重复的谈心在我里头发动 对不对 你晚上走夜道不小心 碰撞一下 掉在一个万丈深渊的一个坑里头 出不来了 上不来 喊上班没有人听 后来有一个人 走在那个 偶然遇见了 直到这里掉进几个人 所以那个人呢 就用绳子 就用绳子 绑在旁边一个树上 就把那个绳子就梳下去了 它下去了 费了很大很大的力量 把你绑上了 然后呢 它又上来了 把你从下头给你 给你摘上来 得多大力量啊 它那个半死把你救上来 等你出来之后呢 它告诉你 别从这条道走啦 赶紧走 给你吃的 你吃完了赶紧走 你有力量赶紧逃跑 别往这条道走 它整来整去又掉进去了 又掉进去万丈 神圆那个深坑里头了 你说下来还谁救你 那个人没有力量了 都累个半死了 有的那种 是不是有的那动物就记持不记打 还往那条道上去 是不是 还往那条道路走 最后又掉进深渊镇 那个坑里头了 谁救你啊 基督只上十字架几次 一次 他为你受咒诺几次 一次 他死几次 一次 就一次 他流血几次 一次 就一次 你别来第二次好不好 别来第二次 摩西的旷野基督磐石几次 一次 两次 两次 能不能进去加难 不能进去加难 代表什么 把耶稣基督第二次又定在十字架上 是不是 什么是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耶稣把你从律法下说出来 就为了死 就是把你从律法下说出来 说出来的目的 叫你得儿子的名分 你在律法下 你是什么 农伯 什么农伯 我们可以看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第八章 我们先看 第八章的第一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找到没 约翰福音第八章 西约圣经一百一十四页 西约圣经一百一十四页 约翰福音第八章 第二十四节 第二十四节 从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这两节经文 咱们读一遍 听一下 你进律法的表明你拒绝耶稣 你不承认耶稣是基督 你进律法 你不承认耶稣是你的救助 你若承认耶稣是你的救助 你就不能进律法自己去守去 今天这恩典是白给的 就看谁来白得 谁来白得 谁就白得着 谁不来白得 谁就得不着 是不是 好 咱们看第八章 知道的吗 二十三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从下头来的 我是从上头来的 用从下头来的 属地的生命 去守上头来的 诫命行不行 不行 我先看 你们是属这世界的 我不属这世界 所以我对你们说 你们要死在哪 你要死在最中 为什么说要死在最中 因为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哪 最中 因为很多人嘴上说 我信耶稣啊 但他信耶稣不是基督 他不相信耶稣是基督 所以要死在最中 为什么知道他不相信呢 他自己靠肉土 去守律法 他相信耶稣是基督吗 嘴上说相信 实际信不信啊 他根本就不信耶稣是基督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死 你们要死在哪里呢 死在最中 今天有多少人 现在在最中活着 死在最中的 耶稣来就是解决最的问题 他竟然死在最中 表明他信一信 他根本不信耶稣是基督 因此他要死在最中 死在最里头 读又看 那下看啊 32节 还是元汉福音 8章的32节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什么能叫我们得以自由啊 真理 今天必须晓得真理 咱们不能稀里糊涂 过春秋了 必须每个人都晓得真理 因为真理就能叫我们得以自由 你要想得以自由 只有一条路 真理 是不是 唯独真理能叫我们得以自由 是不是 认识真理的人才得以自由 不认识真理的人 因为他跑律法里头 律法不是真理 唯独耶稣基督是真理 他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律法是影子 基督是真理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 你们要死在哪里头 最终 你们如果不认识我是基督 这就是真理 不认识耶稣是基督 那你一定死在最后 因为你现在不是基督 你现在是律法 我下看 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 你怎么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呢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就是谁的奴仆 罪的奴仆 你怎么知道这人是奴仆是儿子 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儿子还是奴仆 他一说话就听出来 一祷告就听出来 是儿子弄不 从罪中释放出来了吗 脱离罪了吗 耶稣在实际上就解决罪的问题 他的罪还在他身上 没解决掉 是不是 因为他在哪里头啊 在立法下 说话能不能听出来 一个人在不在罪中 是不是奴仆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 所有犯罪的就是谁的奴仆 罪的奴仆 所有犯罪的 没有一样 没有这里头没有其他的 所有犯罪的 是不是 所有犯罪的是谁的奴仆 罪的奴仆 主就这么说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在上帝眼里看这不是罪 是不是 人把他当成罪了 但耶稣在这里说 所有犯罪就只指这个罪说的 就指这个罪说的 是不是 就是备离真道的罪说的 不听真道 要去靠律法成义 所以耶稣说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必须不犯罪 犯罪的定义是什么 违背律法的就是什么 罪 所以违背律法就是犯罪的人 那什么样人是犯罪的人 在律法以下的人 犯罪的人 是不是 没脱离律法 那耶稣来 他成全律法 第一件事情就代替我承受律法的重度 第二件 收除我脱离律法 不在律法之下 是不是 第三件事情就是把律法所有那些 有爱于我们 攻击我们的自去 把他钉在死架 怕我们找到归条好手 怕我们找到律法的自去守 所以他把他自去撤去钉在死架上 律法好 靠行为也好 还是靠信心也好 听信心 因为你还在干什么呢 犯罪 你还在犯罪 你证明你是儿子是奴仆啊 儿子是不犯罪的 所有犯罪一定不是神的儿子 所有犯罪就是罪的奴仆 只有儿子才不犯罪 是吧 从神生的才不犯罪 说明说 你要想不犯罪 只有从神生 不从神生永远成为犯罪的人 只要是犯罪的人 你就是罪的奴仆 只要是奴仆 你就不能够承受天国的产业 儿子是天 天父生的 他住在天父的家里 奴仆不是天父生的 因为奴仆在律法以下没生的 一会咱们去看 奴仆生没生 虫没虫生 犯罪的人虫没虫生 如果犯罪的人虫生了 那就没有必要耶稣基督 把我们从律法下说出来 就这样子在犯罪里头 连犯罪别人称 我是神的儿子 你害不害羞啊 害不害羞 你还犯罪呢 你还说我是神的儿子 你愿意神愿不愿意 你答应神答不答应 神不答应 犯罪的是谁的怒孤 犯罪的是属谁的 属谁的 都不敢说属谁的 拿圣经就圣经说话 犯罪的一定在律法以下 不犯罪的在恩典以下 犯罪的是属谁的 你就知道了 再往下看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奴仆是豢养的 儿子是生的 对不对 再往下看 所以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你得自由的 没有律法捆着才自由 被释放的人 从律法下释放出来的人 才得以自由 还被律法捆着呢 是不是啊 那牛还被捆着呢 那牛那个配头 驴那个配头还在拴着呢 还在那拉弱的 他称是儿子 对吗 啊 驴在那个地方还在那套上呢 还把驴套给他套的 他称是儿子行不行 不行 儿子不用套 没有配头 没有缰绳 没有马的交换 没有牛的鼻揪 这个才叫儿子 真自由了 不是假自由 儿子 那你这不就 没有律法不就随便了吗 这个人就没懂救恩了 没有律法就随便了 没有律法是基督活着 怎么随便 有律法是我活着 靠律法的人是自己努力活 靠恩典的人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那怎么随便呢 什么叫随便 还大姑娘梳歪桃 随便的 有律法的人才随便的 有律法就犯律法 犯律法就犯罪 犯罪就被咒诅 咒诅就下地狱 是不是 就成为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住在家里 得住在地狱里 犯罪的人不能住在天堂里 必须从神的国把他赶出去 神国里没有犯罪的人 神国是圣洁无有瑕疵的 你告诉我你在神国里是在撒旦国里 神国里 神国里有没有罪 没有 那你是 君敦的祭祀 圣洁的国度还是污秽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还是属撒旦的 你看那圣经的话不会推翻 是不是 圣经话 它是不矛盾的 前后不会是矛盾的 矛盾是因为人根本就没明白他的救恩 耶稣说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以示玛丽被赶出去 他是奴仆 他是谁生的 夏甲生的 必给他赶出去 谁留在家里头 伊萨 是不是 伊萨是应许生的 是上帝告诉亚伯拉 我要给你个儿子 是从神生的 从神话语生的 我们今天也是从神生的 必要留在家里头 不能被赶出去 那个在立法下的人 奴才 罪奴 他不能住在神家里 听没听明白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 必站立不住 当审判的日子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 也是如此啊 也站立不住 对不对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要从其中除灭什么人 罪人 如果你是罪人 你就是被除灭的对象 你今天必须是义人 怎么成为义人呢 耶稣把你从律法下 收出来 叫你做义的农仆 你非要进律法下 自己还要守 还守不住 守不住了 就会问 那你谁敢说 谁不犯罪啊 你就敢说 你不犯罪了啊 有没有人这么说 你让你去进律法里头 你进律法 能不犯罪吗 谁让你当奴才了 上帝要见着耶稣 就豁上死 把你从律法下收出来 你不干 你觉得儿子太自由了 得当奴仆才好 是不是 你觉得儿子承受产业 你当姨嫂才好 把张子鸣分给卖了 就当奴仆去了 傻不傻瓜 傻不傻瓜 就让人特傻的 有的人听不听不了啊 你这么跟他讲 你说告诉 从律法下收出来 你就是儿人兵分 他肯定听不了 是不是啊 他为什么听不了 因为他注定 他不是神的儿子 这是从创立世界以前 神就预定的 我们得救的人 是不是预定的 灭亡的人 是不是预定的 都是预定的 那预定 他是灭亡的人 他一定听不了主的道 你想把这道给他 他也承受不了 只有那些 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预定拣选 属神的子民 才能够 接受神的道 这是真理 神说 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晓 不叫别人知晓 至于别人 叫他听时听见 却不晓得 看是看见 却不明白 是不是啊 那些人看是看见 他站立不住 今天我们在 我们都是一人 罪人进到里头 他保证听不了 最道 马上站立不住就跑了 你信不信 我说这关 你再琢磨 再揣摩揣摩 肯定是这样 因为他是罪人 他预定灭亡的人 他肯定站立不住 他保证跑了 是主的羊 必听主的声音 这话是我说的 是主耶稣亲口说的 他说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是我说的吗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 你怎么知道 一个人到底是 儿子还是奴仆 就是按照犯罪不犯罪 来定他是儿子 还是定他是奴仆 就决定了 是不是啊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就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从谁生的 所以因此他不犯罪 是不是啊 一定不犯罪的 犯罪的一定不是儿子 这里边犯罪不是指我们今天肉体软弱了 像宝宝那时候软弱了 打一下孩子骂一下孩子 不是这事 不是肉体上的事 这犯罪就是什么 拒绝救恩 愿意在律法下 拒绝耶稣基督 不要耶稣基督的恩典 跑哪里去啊 律法里头 跑这里头 屎窝还没得 刚出来还没得挪开呢 这个罪还没解决 下来罪又来了 这个咒读还没解决 下来又来 又紧接这个咒读 是不是啊 所有犯罪的就是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记住了这件事 那么今天耶稣基督就怕 我们在律法之下 怕我们犯罪 所以把我从律法下收出来 只要我触犯律法就犯罪 只要我不触犯律法就不犯罪 那怎么样才能不触犯律法 耶稣成全律法 不是要再加重你律法的规条 加重规条 而是怎样呢 把你从律法下买出来 行不行 输出你脱离律法的咒读 好咱们再看 加拉泰书 加拉泰书 找的吗 加拉泰书第三章再看啊 第十三节 基督即为我们受的咒读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读 因为经上记得 反被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读的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 外邦人怎么能够承受亚伯拉罕所得的福呢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 耶稣代替你受的咒读了 就赎出我特离律法的咒读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导外邦人 外邦人领不领导 怎么领导的 我先看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因什么 我问弟兄姊妹 我是在律法以下得圣灵的 还是把我从律法下熟成以后才得到圣灵的 确定好这个地方 能不能确定好 我在律法下是罪奴 神会不会把圣灵给个罪奴 不会的 那么我必须得儿子名分 是不是 耶稣成全律法怎么成全的 代替我承受律法的咒读 要把我从律法下熟出来 叫我得什么名分呢 儿子名分 这样好得应许的圣灵啊 我有儿子名分了 圣灵才内住 才住在我心里 我才正式得到儿子的名分 看第四章 得儿子名分 第四章 加勒太书第四章 不用翻页 就在这个 和和本圣经就在这 一页上 第四章 第一节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你成不承受产业了 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但为 孩童的时候 什么叫孩童啊 这里是不是说他们重生了 孩童就重生了 什么叫重生 受了圣灵才叫重生 孩童这里的孩童不是重生的 你看是重生吗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我们肯定是全业的主人 对不对 下面说 但为孩童的时候 就是为小孩的时候 就是没有明白救恩的时候 对不对 为孩童的时候 没承受救恩 是不是 没得到救恩的时候 还在律法之下的时候 还做奴才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跟奴仆毫无区别了 也成熟产业 是不是 也是成熟产业 但没明白的时候 这里的孩童是指不明白的时候 不明白真道 不明白救恩 不明白真理的时候 这时候跟奴仆 有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咱们看好了 这里的孩童千万不是说重生得救了 他为重生为得救啊 我们看 加拿太书第四章 为孩童的时候代表什么 为孩童 他预定拣选 不明白救恩 为孩童 就是 就是什么 创立世界以前预定拣选的 成熟产业是预定拣选的 但为孩童就是不明白的时候 不明白的时候 不明白的时候 却与农仆毫无分别呀 没处理掉罪呢 跟农仆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啊 好 再往下看 加拿太书 第四章 第四章 第三竭 第二竭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啊 师父是谁 律法 管家是摩西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是不是 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他父亲就是天父 预定 我们要从内法中间出来那个时候来到 是不是 好 往下看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世俗小学是什么 律法 这里指的就是律法 往下看 也是如此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目的是什么呢 是叫你继续守律法呢 是要把在律法以下的人输出来呢 看好了这节经文了 一句一个字一个字 看看我们能不能 看看上帝到底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 是叫我们继续守律法 是要把我们从律法下熟出来 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律法下熟出来 因为我们不从律法下被熟出来 那我们就是奴仆 不是儿子 只有从律法下熟出来 因为没有律法才没有罪 没有罪的人才叫儿子 有罪的人叫奴仆 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 对不对啊 只有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们承受律法的咒诅 把我们从律法下熟出来 我们才能正式得到谁的名分 儿子的名分 耶稣说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农仆是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如果不把你从律法下熟出来 你永远都要找儿子的名分 听没听清楚 如果今天我就愿意在律法下就说什么也不从律法下出来 那么我今天我就永远是奴才 只要是奴才 罪就是你的主 基督不是你的主 听明白没有 那罪是你的主 你就进不去天国 你虽然是承受产业的 但你也没得到天国的产业 因为别人得了你的份 是不是啊 所以这段经文说 几次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下 他为什么生在律法下 活上死 生在律法下 目的是把律法以下的人给他买出来 只要你在律法以下 你肯定被咒读 只有把你买出来 你就脱离了咒读 脱离了死亡 脱离了阴间 所以耶稣付出血的代价 有人说一律法都要成全 他却不明白耶稣是怎样成全的 耶稣就这么成全的 他代替你承受律法的咒读 听不听明白 替你承受律法的咒读 目的是叫你继续守律法 还是要把你从律法下赎出来 把你赎出来 目的好得着儿子的名分 得着儿子的名分就不再做农夫了 因为犯罪的就是罪罪农夫 你只要在律法下 你天天犯律法 天天犯律法 你天天犯罪 你能不能受得了 天天犯罪 有的人天天犯罪 犯着磕了 用东北话说 我的犯罪我又活不了了 想要往前走 走不上去了 想要死啊 想要自杀吧 还怕不得就进不去天国 你说就把弟兄姊妹 就正好就卡在那地方 就卡磕了 卡在那地方了 前走不了后退不了 就在那个地方卡着 耶稣来 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给他买出来 活上命买出来 买出来不是叫你守 而是叫你脱离 什么脱离啊 他要叫你脱离律法那种 好不好 脱离不脱离 脱离好还是继续守好 守这么多年 守没守住 你说能守住 耶稣还用把你从律法下 守出来吗 是神不讲理 是你不讲理啊 神知道人守不住 在律法中间 受律法捆绑 捆绑了这么多年 越吸越累 越吸越感到没有指望了 越吸越绝望了 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 把我从律法下守出来 今天你还往律法里钻 你是不是活够了 要不要回到律法中间 不要 他给你守出来 你千万别进去 他给你开一条 用心用活的路 他带起你咒诅 就输出你脱离律法的咒诅 是吧 他死叫你活 行不行 他下阴间叫你上天堂 行不行 他成罪你成义 行不行 行不行 你若能肯接受救恩 你对得起招你的主了 你若拒绝了他的救恩 你对不起他招你的主了 你知道他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付出死的代价呀 他为什么死 如果你能守住 他就不需要死了 正因为你守住 他需要 天父爱我们 叫他的独生儿子 代替我们死一次 他都死了 你还往律法下 那你再犯律法 谁给你往往说 你再犯罪 谁给你往往说 你还 田里还说 求主再次洗净我 没那事 没那事 等一会咱们查没那事 希伯来说 赎罪即只有一次 假如你再回到律法中间 赎罪即只有一次了 你就等着吧 那是至于死的什么 所以耶稣给你收出来 你必须用信心 接受耶稣给你收出来 你要钻到律法中间 那就是至于死的罪 什么叫不至于死的罪 人看是罪 但神看不是罪的 没有律法的 他虽然做了这件事 上帝说不算为有罪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是不是 主不定罪的 就算 没有律法 犯了罪 也不被定罪 这个罪叫不至于死的罪 有律法 他犯了罪 这叫至于死的罪 赎罪即有没有了 我们看赎罪即有没有了 先看西伯来书 第六章 西伯来书第六章 第四节 西伯来书第六章 第四节 你说是上帝的孩子 我一讲你就听得我 你说不是上帝的孩子 我怎么讲你也听不懂 啊 啊 女人是上帝孩子 我这么一跳 你就听不懂 是主的 杨必听主的声音 我一跳你 马上就明白 除非你不是上帝的孩子 不是预定监选的 我怎么讲你都听不懂 把我累死你也听不懂 是不是啊 看第六章第四节 这些经文很关键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滋味 又与圣灵有分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权能的人 若是离弃 真道 不在真道上 都跑律法里头 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 就是唱歌 重新悔改 与主同在 永永远远离救他 哪有重新懊悔的这话 这个不能重新懊悔 懊悔表面只有几次啊 还重新悔改 谁告诉你 哪有重新悔改这话 懊悔就是悔改 是不是 我说的话吗 这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 是不是主的话 你弄个重新悔改 与主同在 那哥边哥那点 我告诉你 够损的了 损不损 这里面已经重新得救的人 这是蒙光中 若就是倘若真离去道理了 那就告诉你 就没有重新懊悔的机会了 有没有 没有 没有是我说的 是圣经说的 圣经说的 圣经就明明就指出来 假如他被敌真道 假如他不在你到处走了 没有重新懊悔这几个字啊 不能叫他怎么样 没有重新这两字了 你再来重新悔改与主同在 拥有缘与主同在 那首歌写的有问题 不要随便唱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啊 你随便唱那歌 你跟那歌一同有分了 哪来得重新 重新不还得把耶稣重顶十字架吗 你重新懊悔 耶稣是不是得重新顶一十字架 因为重新懊悔 你还得起一次啊 那就耶稣重顶十字架 下面说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顶十字架 重新懊悔就等你重顶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神的儿子 是不是啊 看下面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的 那大姨是不是这么说的 看看这圣经 不能重新懊悔了 重新懊悔 等于把神的儿子重顶十字架呀 表面懊悔只有几次啊 一次 耶稣定十字架几次啊 只有一次 不能重新懊悔了 不能重新啊 不能再来一次 主啊 再一次 主啊 再一次 主啊 你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行吗 不行啊 那等于把神的儿子重顶在哪儿 是这样 不能重顶啊 懊悔只有一次啊 懊悔死刑马上就得离开懊悔 懊悔死刑第六章的第一节 你看懊悔完了 这什么叫真正的离开基督道理开门 我不能总懊悔啊 懊悔完了 想懊悔死刑 只能有一次 听不听明白 看第六章一节啊 我总在懊悔死刑那地方行不行 第六章第一节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离开来才能进到完全 我离开十点才能进入终点 对不对 万着不要干直跑 先离十点再往终点跑 是不是 什么叫离开 我离开小学现在上中学 我离开中学现在上大学 这里面告诉你离开 开端 那什么是开端往下看 不必再立根基 就说什么叫开端 二回死刑 下面紧接着什么 就是那二回死刑 是不是第一步悔改的时候 一开始就二回死刑了 第二步是什么 信靠神 第三步是各样西里 第四步是暗手治理 后来是死人复活 以其永远的审判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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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二回死刑的地方开始 就离开二回死刑 然后再往前进 再往前进 离开小学一年 再进二年 再进三年 最后念完小学 再念中学 是不是这么一步步的 你总在开端那地方干什么 二回死刑 圣经叫你离开基督到离开端 才能进到更完全的地步 你都不离开 这才叫二回死刑的 总二回死刑嘛 那二回死刑 我们今天二回死刑 把死刑定在死刑上 救人的救人的行为 在旷野中间接着受洗 埋葬了 下面你还奥回死刑吗 你死刑已经死了 你人都死了 就离旷野与基督同埋葬 同死同埋葬 又回来奥回死刑 表明你那个死人 又从坟墓里发出来活了 是不是 那奥回死刑的死刑是谁的死刑 是救人的死刑 死人的行为 那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是托 是天天懊悔 懊悔一次就得把它脱掉 不是多次的 所以不能叫它重新的怎么样 懊悔 记得记住 重新懊悔的教诲多不多 重新违法一足堂灾 永永远远一足堂灾 啥呵呵的那么唱 也不知道你话的到底怎么回事 哪有重新懊悔啊 是我说的是教会就存在这个问题 他就存在这个问题啊 神不让他重新懊悔 他非要重新懊悔 他在律法下是脱离律法的 在律法下 明显的 他重新懊悔 正在他犯罪了 是不是 犯罪的 是不是 所有犯罪的是谁的奴婦 奴婦能不能住在家里头 不能 谁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头 住在天国里 住在神的国里头 那家就是天国 不是这个家 是神的国里家 对不对 来个重新悔改 与主同在 那边的 我一听我的头皮都炸 我头皮一炸一炸的 他整个重新悔改 上帝教的离开 基督道理才 从奥非死刑的地方 就开始离开 离开什么 信告神 是吧 各样细体 暗游至极 下面警戒人是什么 还什么 死人复活 以其永远的审判 他得一直到 讲到最后 离开离开 最后 讲到那个地方 怎么就在那个原地 打圈着呢 驴拉末才在原地打圈 驴拉末 你们看到驴拉末吗 以色列在旷野中间 在家里吃八银亚 以及以心家里 以及巴兰旷野 就在那地方 干什么呢 绕圈的 迦南地 他要直跑 就进迦南地了 但他圈跑 永远跑 踩自己的脚窝 永远是踩自己的脚窝 耶稣这种脚窝 望着标杆 望着基督的标杆 直跑 踩耶稣脚窝 他驴拉末 驴肯定是 拉末那个时候 肯定跑踩自己的脚窝 你为什么他拉末 驴拉末的时候 谁看到过 驴蒙眼蒙着 是不是 驴蒙眼蒙着 代表什么 瞎子 瞎的人才跑圈 是不是 正眼的人 叫他跑圈 他就不干 那驴蒙眼一摘一下 你打一下 你打一下 他不走啊 是不是不走啊 谁是让我们跑圈路是直跑 谁是让我们忘记背后 还是警察警察背后 你说这些人都走的了 他们中什么病毒了呢 是不是脑袋被驴提上来 有的时候看他们都生气 同样都是人 你说人和人就不一样 明显的话就在这摆着 人就天天重新会赶 把耶稣天天定十字架 昨天我讲一次 耶稣一次就赎了我们永远的罪 讲没讲 他一次一行 是不是 就代替了亚当的罪 就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成义了 是不是 你要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就都能了 神的神能就能在信的人身上 不能在不信的人身上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思维 加到圣经的真理中间 我认为 我觉得 我感觉 我的逻辑 我的意念 你把你的逻辑拿一遍去 那是你的 神的话不需要参与你的逻辑 是不是 你的逻辑再好 你不过是你的逻辑 神今天要的是什么 他启示的真理 我们信的是不是神启示的真理 如果不是信神启示的真理 你所有的 麻烦 你所有的奔跑都是网然徒劳的 你所有进教会里 所有一期系列的举动都是网然徒劳的 是不是 你封主的名传道 也封主的名赶鬼 也封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 主队的还说 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怎么样 去吧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说玩不玩了 玩不玩了 真玩了 对不对 没有公鸡的鸡蛋 母鸡下了没有公鸡的鸡蛋 是什么蛋 最后就叫那个母鸡在那扶扶扶 扶来扶去扶了个什么蛋 臭蛋 是不是臭蛋 越浮越浑蛋 那叫浑蛋 浑不浑 他里面没有生命 他是浑蛋 越抱越浑 那母鸡越搂着越浑 最后搂一搂 没出咋 里面没有生命 所以他没有出咋 是不是 那鸡蛋什么样鸡蛋 才能出基础 你一定是有公鸡的鸡蛋 有公鸡 公鸡给他生命了 他才有 是不是 今天什么样基督徒 是越走越光明 里面有光 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 他越走越光明 什么样基督徒越走越黑暗 他里面没有生命的人 他越走越迷茫 瞎眼的 鸡拉伯 钻钱跑 钻钱跑怎么能进迦南地呢 以色列钻钱跑能进迦南地吗 所以都逃死他们 跑没跑死 全会中都倒闭矿间 就是这么跑的 是不瞎呀 谁眼瞎 像耶和华的仆人呢 眼瞎不瞎 那个瞎眼的还要领路 把人全顶进坑里去了 得睁眼才能领路 是不是啊 小的时候我和我爸上北京 正好邓小平那时候的 我爸叫我跟他一起去 我很小很小的 一个小孩 天天从国务院那天他们给我们设立一个就是信访办 我爸我爸到那个地方去去不知道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把我领的地方 天天吃饭的时候叫我领个瞎子 这瞎子两个眼睛有眼无珠的 光有两个长个眼睛没长个眼珠 弄个棍子天天叫我领的 我小我不点不点领的 他说你走到马路牙那地方 下的时候你告诉我提醒我一声 我说行 他说你上马路牙你再提醒我一声 我说行 遇见车你也提醒我一声 我说可以 我就往前走啊 我说有马路牙了 我就上上马路牙他就跟上马来 我说下马路牙了 他也下马路牙子 是不是 我这地方的车慢一点 我站住他就站住 我走他就走 但走在一个歪拨树 他各搞我各 我从这歪拨树下来 他没告诉我 等到遇到歪拨树的时候 你一定告诉我 哎 他没告诉我 是不是 我就领着他跟他走 我大不留心 我就过去了 他走到那边 棒 你没有坐地眼啊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说你也没告诉我歪拨树 你告诉你啊 那么今天这群瞎眼的领路 都得掉进康里去 这是耶稣说的话 是不是 对明白救恩的人 才能给弟兄姊妹讲得清楚明白 你都不明白救恩 你给别人讲 一讲就讲错了 是不是 把弟兄姊妹误入歧途 那叫无人子弟呀 你看现在教会都呼呼啦啦 根本不玩正的 神是灵 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 用心灵 我坐在那里就可以敬拜神 你信不信 神是个灵 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 那么今天我们就回归圣经 看看圣经怎么说的 离开基督道理开端可以不可以 才能进到更完全的地步 离开小学才能进到中学 是不是 你必须离开基督道理 二回死刑的就要总在那里呆着休息 几次 几次 二回死刑几次 一次咱就上河里去受洗 马上埋葬了 二回死刑不是叫你洗 二回死刑是进河里 河里不是洗干净了 而是罪神灭绝 因为有死刑的罪神 与基督一同定死之下 一同灭绝了 听没听明白 这不是我天天的 我二回完死刑了完的时候 我才认证悔改 完了之后用那个保血涂一涂 不是涂 昨天我讲耶稣保血洗心 洗完心了 死刑也被除去了 才能侍奉永生的神吗 二回死刑是恨恶自己生命 这个二回是恨恶的意思 把自己的死刑 死人和死刑一同带着幻觉中间 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了 这是真正的结束了死刑 所以离开了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 第一步就是二回死刑 下面是信靠神 下面是个能犀利 按手之底 是不是 对不对 再往前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 你不能就固定在那一个地方 不让弟兄怎么往前走 就是谁要往前走一步 你是一端 谁让你往前走 谁要离开基督道理开端 你是一端 谁是一端 不离开的才是一端 离开的就是正端 对不对 好再看第十章 第十章 二十六节 这是若 西伯来书这里边讲的是若是唐若的意思 第十章的二十六节 找到吗 十章的二十六节 西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 找到吗 我来读弟兄姊妹来听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 就是倘若 假设 是个比喻 若 故意犯罪 再写苏罪记 主管你再一次 习近平 再写苏罪记 行不行 苏罪记 哪去了 苏罪记呢 就没有了 没有了 表明苏罪记 只有几次 你再来一次 行不行 你看看 不给你查圣经 你不知道 一查你吓一跳 是不是 一查圣经 你就知道那些个目中脑瓜的 于穆哥的脑袋 他讲的是对是错 是圣经的话 这里边说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 得不得知真道 你今天得不得知真道 得知了 若故意犯罪 什么叫故意犯罪 我明则律法首顾还去走 守律法废掉神的约 是不是 这就叫故意犯罪 反犯罪就是违背律法 什么是犯罪的定义 犯罪就是违背律法 那我今天 耶稿把我从律法下 说出来 就是怕我故意犯罪 是不是 就怕我能故意犯罪 所以才把我从律法下 守出来 不让我干犯律法 不让你干犯律法 不是 叫你继续守律法 而是把你从律法下 守出来 你只要在律法下 你就会故意犯罪 你只要不在律法下 你就不容易故意犯罪 是不是 故意犯罪是什么 背离争斗 跑哪里头的 将那使他乘胜之约的血 当做平常了 我家看 什么叫故意犯罪 数罪记有没有了 记住了 数罪记几次 数罪记不再有了 唯有占据 等候审判 那和他烧灭中敌人的什么 就等候了 故意犯罪就等金流化五湖了 是不是 就等了死去吧 就等了将来地狱的审判吧 这就是故意犯罪的结果 是不是 因为 是不是 人干犯 磨叽律法 凭三两个见证人 尚且不得连续而死 何况人 践踏神的儿子 故意犯罪不是干犯摩西律法 因为我 没在摩西律法之下 那些干犯摩西律法的 尚且不得连续而死 何况人 干什么呢 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乘胜之约的血 当做平常 又亵渎 卸满了世人的圣灵 故意犯罪是什么 啊 践踏神的儿子 这就无疑犯罪 将那承圣之约的血 当做平常 又泄满了世人的圣灵啊 可不可怕 你还整个再来一次 主啊 你的保血厚厚厚的土 土薄了还不行 谁告诉你 土薄了不行 圣经也没叫你土啊 圣经从来没有一个人 从旧约到新约 没有一个人 去把耶稣血厚厚的土 有那么一个人吗 啊 有没有 有没有 第一个看见耶稣流血 十字架强盗 那蒙恩的强盗 看不看见耶稣流血 啊 他看见第一个看见耶稣流血 而且他第一个进天堂 他有没有用耶稣去保血厚厚图 图不是你图啊 你怎么给图了呢 你怎么图 天天拿血往头上图吗 像朱山运的 天天把血往这场拍吗 对不对呀 顾一番队把耶稣当平常 是不是践踏神的儿子 践踏神的儿子 什么叫践踏 踩踏脚底下了 是不是 先踏踏脚就用脚踩了 先踏神的儿子 请把耶稣包血 耶稣包血拿到图 这也图 这也图 这胳膊疼了 耶稣包血图一图 对吗 耶稣的血 洗奶 肉体连肉体先前私欲 是洗呀 是与基督同死 同埋葬 基督的买 下跪能不能忘 我说 西宁七十多人 在那下午听到 我说 记住了吗 记住了 那可高涨了 我说 下跪还拥有耶稣的血图 不能了 我说 这个道能不能守住 难 咬牙切齿 能啊 现在那个李牧天 一翻盘子了 全跟着翻盘子 他们是李牧天的后代 他们听的是李牧天的 他不听神的 你听谁的 你听谁的 下跪能不能翻盘子了 不能 就到巴就翻盘子了 翻个了 是不是 转轴子了 翻盗了 你翻谁也不能翻盗 翻盗等于把自己的命翻了 听没听明白 休息一会儿